很多事情早已经命中注定,是穷是扶老天说了算,但我们依旧要努力为了更好的生活,不服输不认命。 这六大生肖,大师预测,前有地藏王菩萨保药,后有贵人提携,注定一生滔天富贵。 一生惊喜不断,有了吉星和菩萨保药,贵人为他们排忧简难,得此荣幸,简直是人生赢家。 生肖蛇属蛇的人11月6日自有财星入命,事业功德贵人相助,事业顺遂,他们是一个特别喜欢钱的人,能够牢牢掌握自己的财博功,11月6日开始他们会得到吉星的庇护,令财运好起来。 最重要的是出门能够遇到贵人,在他们的指点下去进行投资理财,选对投资项目,就能够尽量降低风险让自己赚大钱。 此时大家不妨多多努力吧,也可以试着去买彩票,说不定中大奖的希望很大。 生肖蛇属蛇人在进入11月6日之后逢天贵三合星加持财库,日柱之上有财星,所以事业能和财运两相合,洪福不断,财源滚滚,只为升迁11月6日之后,很快就会有升官发财的喜事闻听在耳。 属猴人的运势为子申六合格局,所以天时地利与人合皆注定,带来贵运连连,生财有道,可以留意身边的属属朋友,其中必有贵人,发一笔横财就是水到渠成,赚到了钱财不可轻易浪费,更大的好运必将分至踏来。 生肖龙生肖鼠龙的人到了11月6日财路大开财源滚滚,一生想大福发大财,他们在走向社会就特别认真努力地工作,缺乏冒险精神的鼠龙的人,靠着自己能力地不断提高而事业高涨,发展更加稳定。 财运方面也是大放异彩,只要抓住机会,这辈子富贵不愁,事业有成,即使到了晚年也是名利双收,月的逍遥,不缺钱花,命格之中复兴照耀,有飞黄腾达的巨大潜力,骁龙人具有大出息,一生想大福发大财。 生肖鼠龙生肖鼠到了11月6日因为命宫中吉星拱照,这个月的运势畅旺,大吉大利,正是大局出击的难得好时机。 必须好好把握,切勿失之交臂,工作方面,扶持心灵,工作能力及创意特加,处事得心应手。 在这段期间最重要的是要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,而切勿多管闲事,以免节外生枝而夜长梦多。 这个月财心高照,若要投资创业或置业,这个月将会有利可图,横财亦会有所收获,但不宜过贪,一语异性擦出感情火花,情投意合,生肖猪。 属猪人品性善良,善良的人力气都不会差到哪去,其实他们的面对是很好的,在他们的身上总是存在着一副面器,这时任何的属相都没有办法一直相比的。 11月6号后属猪人红运当头,贵气十足,因其命供有福禄和玉堂双星同时庇佑,他们在事业上会有贵人提拔,风凶化吉,只要坚持不懈,必能获利丰厚,事业才运双丰收。 生肖兔属兔的人生性善良,细腻温柔,一生的常被照顾,伴侣宠爱,在过去的几个月里,应欲结杀孤沉天空等凶星的泛男,消兔人的整体运势不振,事业进展不顺,漏财破财状况频出。 不过从11月6日开始的土津相生的格局加持,又逢红鸾太阳即兴必要,消兔人的运势将会迅速反弹,事业顺利如意,财源滚滚而来,另外还有望收获一份美好真挚的爱情哦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